HELLO 大家好 我是Ayabi 今次的影片我會教大家畫一個澳門懷舊小色的水彩策畫 我們可以用這些畫法來做一個水彩的食譜 或者是一些個人的手像創作 亦都可以自己DIY成一張美食的名順片 在開始之前我先介紹一些準備的工具 首先我們需要一杯乾淨的水 還有一支8號尺寸的松鼠毛水彩畫筆 顏料方面我們就用了快狀顏料 都會選擇了一些大地色系和橙黃色系 水彩子我們用300g中文的水彩子 還有鉛筆交叉用的起膏 這條片我主意會教大家畫葡萄拉 麥芽餅 沙翁和冷膏 首先第一步我們先畫了草圖 線的部分我們的圓筆要儘量清晰少少 還有要顏色再淺色些 另外顏色的名稱方面 我就用了大眾比較容易去明白理解的 稱呼去做整條片的解說 回到賞色教學這邊 調顏色之前我們先把筆浸一陣水 然後再拿你想要的顏色 第一部分我們會做了葡萄的賞色示範 我們會用了淺黃色和深黃色去調色 調好色之後我們就要快一點在葡萄的面上下筆了 上色的方法其實都是大筆大筆地點下去 中間你會看到其實我們都會留一點白的 這些白就是用來做葡萄表面上的油膩反光感 然後趁黃色味乾我們再在色塊邊緣點少少橙色 讓它慢慢放開 之後我們再用一個深啡色加少少啡紅色 做葡萄表面上焦了那些效果出來 這裡留意一下 我們要在它上一個顏色味乾之前再點點色下去 它才可以做到一個自然滲透的效果 但如果乾了的話就像我們現在左邊的部分 我們需要點點少少顏色之後再洗乾淨一支筆 然後在顏色色塊邊緣的位置輕輕推開它 它就會做一個化開漸變的效果 去到酥皮部分我們就會用泥黃色 利用筆尖好像捨毛筆子一樣 拖一些線條出來 做一個很多層次的酥皮感覺 畫完一圈酥皮之後 再大面積塗整個葡萄的底部 我們再用一點點深啡色 加上剛剛已經弄出來的黎黃色 做回整個葡萄牙的一些陰影 深淺的效果 再在葡萄底部大面積塗一點點陰影出來 整個葡萄牙的陰影部分 不需要加太濃太深色 看到效果已經足夠了 明顯可以停筆 右邊的酥皮也是同樣用這個方法 做完葡萄牙就來到麥牙餅的部分 我們會用一個接近肉色的色調去做餅乾主要的顏色 這個肉色我們可以用多一點水分去調淡 一般我們調色如果水分用得越多 它出來的顏色會越淡 相反就會越濃 我們先在中間大大一點點點肉色 然後趁它還沒乾 快一點點下咖紅色 點一點點顏色下去 整個上色過程我們都需要留白的 上完餅乾中間的顏色之後 我們可以拿一點點咖紅色 在餅乾的四角 輕輕勾它的外形出來 下半部分的餅乾一樣都是用這個方法去上色 當顏色乾了的時候 可以留意畫面會不會太淺色 如果覺得不夠色的 我們可以再加深一點 加深的方法 同樣是用一點點啡寒或者泥黃色 一樣用點的方法 在你需要再暗一點的地方落筆 我們下了顏色之後 洗乾淨的筆 在指間上面印乾一點點 然後在你下顏色的邊緣位置 再擦開它 推散一點點 讓它整個效果鬆一點 後面那塊餅乾 我們也是用肉色 可以再加一點泥黃色 畫法基本上就是整塊平塗 然後再加深一些陰影暗暗的地方 可以用一個啡紅色 淡淡地在四邊再勾它的餅乾輪廓就可以了 最後去到蜜糖的部分 我們就要再拿比較濃的顏料 要調一些濃一點的顏料 水分就要再少一點了 我們就要加一些淺黃色 橙色和啡紅色 全部顏色不用拌勻在一起 我們先用淺黃色 在整個蜜糖最外圍那邊上色 中間那部分會用一個橙色 去摺著上面的黃色 我們再用一個啡紅色 去摺著蜜糖和餅乾之間的膠位 整個蜜糖我們都需要留一點白點 讓它的面看起來會再亮一點 做一些反光的效果出來 讓它乾淨之後 再用一些泥黃色 或者你可以加一點深啡色 在它的陰影裡輕輕加濃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淡淡地用一個深啡色 輕輕在木棍條的輪角裡勾出來 讓它的造型更加清晰 整個蜜芽餅 最後不要漏掉 它餅乾表面上有些洞洞 有些蝦紋的 我們可以用深啡色 淡淡地幫它填顏色 填上一些洞洞 畫完這些紋 我們整個蜜芽餅就完成了 接著就到沙翁部分了 沙翁的賞色方法 其實跟蜜糖的賞色方法有些少女同 我們用了一個深黃 泥黃 橙色和啡紅色 同樣我們調這幾隻色的時候 不需要用太多的水分 最好調出來的狀態 是比餅乾的肉色更加稠 下筆的時候可以用力一點 整支筆的毛巾 都可以接觸到整張刀子 這邊我們的筆要少碎一點 乾身一點 可以在紙巾上面擦乾一點 再下筆 我們擦出來的白色的洞洞 其實就是紙上面的一些紋露 我們就是用這些紋露 去代替沙翁糖霜的表現方法 至於沙翁的暗部 我們同樣用了深啡色 啡紅色和泥黃色去調色 但這一部分 其實最好就是參考真實的圖片 因為憑空想像 和你實際畫了出來 整件事看下去 會差一點點 沙翁裡面就用了深黃色 我們也是 整個黃色可以大大一點 去上色 但一樣記住 要保留白色 留多一點白點 然後用啡紅色去加深入裡面的暗部 或者做一些接皺位出來 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加入一隻碟 那隻碟 我們也會拿回最深的深啡色 但用多一點水 因為淡淡的上色 它已經有效果了 在沙翁是一隻碟上面的陰影 我們就要多染幾次色 讓它的暗部再深一點 整個效果再立體一點 那搞定了一隻碟之後 我們再用一個橙色 勾回碟上面的紋路 就大功告成了 最後來到冷哥部分 我們也是用玉色去調色的 可以加少許泥黃 或者少許的啡紅 先由它的側面開始上色 那側面那部分的水分和顏料 其實跟我們油葡萄的面 的比例是差不多 在中間留一條白線線 然後整個上色都留下一點點 那側面上完色之後 我們就會用啡紅色 在中間快速為一條橫線 再用點的方法 焗布點多一點點出來 做一個很多餅碎的效果 然後洗乾淨紙筆 再在紙巾上印乾它 我們再輕輕 在剛剛我們做了啡紅色的地方 揉一揉它 讓它整個效果更加自然 那側面的 那側面的面 我們就用了啡紅色 再加少許泥黃色 混在一起 但是側面的表面 要深一點的顏色 即是要再濃一點 然後也是用平塗的方法就可以了 平塗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用少許泥黃色 或者是啡紅色 收拾一下整個爪膏的輪圈 還有記得它的底部 都要輕輕做一條線 那另一件爪膏 整件都是用同樣的方法就可以完成了 好了 我們這條片的示範教學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有問題想問 或者想看多一點點彩策畫教學 可以follow我個人的IG 或者Facebook 最後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多謝各位 拜拜